為了提升郭友環境改善基層學校的教學空間 立法委員王秀宏立正邀請郭友報告告書的官員來講講話 將對基層學校的教學設備來回覽 國教書長也吻鬧會將來免著電影的訴求提升教學評級 郭友是一切的根本 也是跟社會發展的基礎 為了要讓學生會有一個素C 理想安全的核心環境 立法委員王秀宏是邀請到郭友報告書官員來講講話 將對有夠學改善的學校進行會看 基東中華市的中學國學 中興國中 中華國中和學大國中 以及混合國學 都有夠學習必須要改善 目前學校有遇到三個比較需要協助的問題 第一就是老舊廁所 因為我們建校大概40周年了 早期有家長會幫忙補助一些經費 做一點修繕 但是真的是年限比較久了 在整個氣味以及排水方面都有遇到一些困難 希望藉由這次的會堪能夠爭取到老舊廁所補助的經費 那麼第二是我們紅道樓的會議室 因為每一年我們要開的會非常的多 將近200場以上 再加上教育處的一些業務科也會來跟我們這邊借用場地 因此提供一個比較舒適 比較有效率的場地 也是大家所樂見的 那第三是我們校近樓的耐震補強工程 因為目前有發現一些鋼筋裸露的部分 那希望能夠藉由這次的爭取 能夠給小朋友一個更安全 更舒適的學習環境 那也謝謝秀方立委跟國教署彭署長還有我們教育處蔡署長的大力協助 很高興能夠邀請到我們國教署的彭署長到彰化縣內一些國小國中 來看一些老舊教室的這個耐震補強也好 或者是教學設備的更新 那我們第一站就到中校國小 我們看到中校國小有一些校舍 真的需要這個國教署中央跟地方 大家一起配合 讓我們的孩子在一個好的一個教學環境下來學習 所以我接下來會帶署長不論到中校國小也好 或到張新國中 到芬園國中 還有到這個花壇 我們都會將彰化這邊 學校需要的一些建設 我會把中央的這個經費帶到我們的地方來 也讓孩子在一個好的教學環境下學習 哥卡那三 也不能算教育 好好也希望透過教學設備的改善 能夠提供給學生最好的教育資源 也讓中華的學習能夠在最優勢 台灣的教學環境當中來學習 新中華新聞 北邊林中華 蔡宏博德